大家好,回到King Sir接觸的時間 我們繼續這個海洋系列 但我應該今次我們接這個企鵝 這個企鵝,你接得好他真的會企鵝 這個為何是海洋系列 因為我不知為何海洋公園多數都有企鵝 所以我當他是海洋系列 當然企鵝應該是鳥類 根據我的知識來講 我們可以開始 我不應該穿黑色衣服 希望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我們穿黑色紙,當然企鵝 我們開始做 首先我們接一條對角線 這個沒有上次的鯝魚那麼複雜 好,對角線之後 看到了,將這個線接上去 換句話說是對接 但要留意一件事就是 我們只是對接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這邊不用接 我們對好這個位置之後 就刮一條線由中間去到旁邊 就是這樣 好了,我們現在這裡有條線 接下來的步驟大家看著 反轉張紙 反轉張紙 然後就是將這個接過來 怎樣接過來呢 我們的角落頭要頂住 這個角落頭就剛剛碰到那條線 沒有說碰到那條線的哪條位 但在一個大前提 這個角要剛剛好對著 就會碰到那個位 就應該每次接 你每張紙都是一樣的位 做成一個什麼效果呢 就是一個斜線 偏離了中間一點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做一件事 就是將這條紙碰到這個位 剛才那個裸位做出來的效果就是 剛剛好這一部分就剛剛了一半 這個很有幾何殼的味道 很有數殼的味道 好了,我們接下來就不用再對位了 我們只要將這個紙對正這條邊就可以了 剛剛做出來的那個位那邊 然後又是將這個接過來 又是由始至終這個角都是對的 這個最頂部的角可以說 是站在我的頭部和嘴巴 也是,大家小心點拿那個位 好了,做好這個 就是一個這樣的形狀 我們接著就要將這個拉上去 那怎樣拉呢 這個位我們要接到一個角落頭 在表面上摺了一個這樣的樣子 兩邊都做 然後再打開 然後我們就將這個紙拉上來 當然要接到這個位 那上面這個角呢 上面這個角就自己拿了 那就是做一個角落頭 這樣 這邊也是一樣 好,做好,記得這兩個是摺上來的 好,接著我們要做企業的條文 怎樣做呢 我們呢,我們就會將這個角落頭 摺一點點進去 摺一點點進去 是拉到這個位的 拉到這個位的 那摺多少進去呢 大概 又是三分之一的那些 留下三分之一的白色在這裏 摺下來之後呢 其實經常說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你用視測法 怎樣看呢 當然你可以用赤度 但是用視測法又怎樣看呢 其實就是摺下來的黑邊 跟留下來的白色是一樣的 那就叫三分之一了 那這一邊也是 角落頭可以摺進去 那我今早練習的時候 用一些比較小的紙來做 反而現在用了大紙去摺下來 怎麼摺下來 如果遇到這些又細又長的時候 我們反轉來摺下來可能會好些 完了這個步驟 完了這個步驟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將這兩個 旁邊的兩塊翼 企業的兩塊翼摺下去 剛剛好拉回這個位的 然後我們就要反轉這個紙來摺 反轉這個紙 將下面這個三角形摺上去 然後打開 然後把最底的角落頭碰到剛才摺的線 我們拿這個四分之一 這個三角形的四分之一 是的 的二分之一 好了 我們反轉一張紙 把這個 把這個頭摺下去 碰到剛才摺上的標準 剛才摺上的標準 二分之一的標準 這個線是要摺實的 這個線是要摺實的 是要摺實的 好了 然後我們就 把這個拿上來 然後我們把這個頭再摺上去 拿一個位置就是剛剛好觸碰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的位置 這個摺上來就剛剛觸碰這個三角形的位置 是不是很黑 是不是很難看 這樣摺實了 整張紙都拆了一片 好了 然後這個有少少東西要做 就打開這個位置 打開這個位置 這個就麻煩少少 大家看清楚 我們就要把這兩邊 這兩邊的面那張 就移到中間 是一個摺 是摺去中間 移到中間 但是就不太影響到下底那些 是了 那這邊也是 把最面那陣 頭部 面那陣 就移到中間 但是下底那些位置就不太影響到 是了 好了 大概這樣 你就不會夾得起來 但是 如果這個時候我們做剛才的摺痕 它又可以夾起來了 是了 做出來的效果就是 這樣 頭部的位置就全黑 下面的肚子就會白 這個位置 中間這個位置 你就不要理它 它會亂了少少 但是就看不到 這樣 現在來說是這樣的 跟著我們會將東西對摺 對摺之後大家會容易明白一點 這樣 好了 然後我們就看了 這個就有條斜線 這裏有條斜線 腹部的位置 我們就把它摺進去中間 這些位置其實你要做一個預先的摺痕 先都可以的 但是大家如果一直都有跟著這個節目摺的話 現在的技術已經可以的 就這樣摺下去都可以 也是 你對準一些角 還有做好一點的位置 然後我們會做到這樣的樣子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位置 又是摺進去後面 又是打開它 兩邊跟著那條線來摺就可以了 這樣 然後這邊又是 好了 這樣 做好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就看著這個位置 這個白色的三角形 我們可以揭出來 就回到原本的位置 就會多了一張這樣的紙 多了一張這樣的紙 好了 然後留心看著這個位置 留心看著這個位置 把這個這樣摺過來 這樣摺過來 然後這個時候反轉它 我們就做同樣的東西 把這個摺過來 調教這個位置 這個是企鵝的尾部 調教這個位置大概是這樣的樣子 大概是這樣的 好了 尾部再做多一件事 把它摺進去之後 再摺上來 再摺回來 是了 將它這樣摺進去 這樣摺進去之後 再摺回來 是了 我完成的樣子是怎樣 這個步驟完成的樣子大概是這樣的 一企鵝的尾巴 是了 然後腳這個部位 我們就兩邊打開這個位置 接到這個中間線大概 這樣包著它 是了 兩邊都這樣做 是了 打開這個位置 接到中間線 好了 當然都是做靚一點 OK 這個腳部尾部就差不多完成了 接著就做個旗 這裡的旗其實是全黑的 應該是全黑的 這裡有一個白邊 我們就放進去後面 放進去後面 這樣會連帶 把旁邊這個都拉進去 這邊也是一樣 又是把這個白色的位置 放進去後面 我這樣摺給你們看 就會連帶拉進去 腹部某一些紙 都會摺了 好 這樣 還有 旗這個位置 也是太闊 我們也是 這邊有一條中間線 我們就是 把多餘的紙摺到後面 接尖的旗 就會沒有了中間線 由中間線的位置摺到後面 這邊也一樣 主要是摺小了旗 好 旗就差不多是這樣 旗就差不多是這樣 接著背脊這個位置很方 於是我們將它摺去 打斜角的摺到後面 當然兩邊都摺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背脊就會 斜了 瘦了 兩邊對稱 類似這樣 看到這個情況 打斜了 接著就摺頭部 頭部 好 頭部是這樣的 我們首先拿個位置 這樣摺下來 其實那個位置是這樣 我們留一點頸給它 不要整個頭部 這個屏的線和白色的位置 全部碰住 這樣留一點位置給它 然後我們拿這個位置之後 然後就摺回上去 將它兩邊同時 做一個外反摺 外反摺 就好像鶴嘴一樣 都是一個小鳥的嘴 類似 這樣的樣子 底面都一樣 做完這個之後 記住 對 反摺流 做完底面都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就在咀下底 就揭一塊紙出來 每邊都是 揭一頁紙出來 這樣就做回咀的形狀 兩邊都是 揭一頁紙出來 但是就跟著斜線的位置 好了 這樣的 這樣的 是的 應該是這樣 留意這個位置 這個嘴 下面 頭部下面 這裡有條線 我們就摺回進去 摺回進去 令到我站的頭不是那麼大 比較纖幼一點 兩邊都是 把那個 塞的下底的線 就摺回進去 就會幼一點的頭部 好了 摺細了頭 然後 那怎樣形成那個嘴 我們就把它 一出一入 摺一摺 如果要做二餘摺線 就類似這樣 類似這樣 類似這樣 當然摺完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就打開它 然後就在 打開底部 將剛才摺的線 就摺好 好了 這個站我的嘴 是的 我的頭部 如果你想像真一點 我們就 摺著 嘴的那條中間線 稍微 稍微曲一曲 這樣就會曲了 稍微曲了 類似這樣 做完這個位置最後到雙腳 雙腳板 就是做兩個類似鶴嘴的東西 將它 摺了雙腳板出來 下面都是白色的 這個位置 鶴嘴的最簡單 大家都知道 但一個巧妙就是 其實有時摺這類 兩隻腳的動物 或者鳥類 有一件事就很有趣 如果你的技術好 或者調教得它好的話 它真的會站在那裡 不會塌 兩隻腳都可以站在那裡 慢慢試試大家 可能你們都摺得到 它真的可以站在那裡 原本那隻是可以的 這個也是要慢慢調教一下 這個不行了 好了 好 今天就站在那裡 好了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這個企鶴 比起上次的鯊魚 或者再上次的背殼 就容易一些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接得到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